大秦第一猛将,秒杀项羽,如果他不死秦朝绝不可能二世而亡。 公元前211年,发遣三万多名罪犯到兆河,于中一代肯实发展经济,加强军事后备力量这些措施对于边防的加强,吸到了积极的作用秦始皇。 在统一全国之后,为了巩固齐正日统治施行了严,酷得暴政一场天下读书人的灾难,席卷中华大帝秦始皇大举焚书坑是他的,长子扶苏竭力阻止秦始皇非但不听,反而把他贬到边关,让他和蒙田一起守卫边疆,从此扶苏和蒙田就结下了部解支援不可一世的秦兵,最终还是没能挡住历史的车轮。 说到秦兵就不得不提王家军在人们的印象里带,瞧,自的军队都很厉害历史,也的确如此像岳家军,七家军等,但是同样他们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好下场,几乎都是被朝廷给收拾的。 这也是可悲吧,秦朝一直被人津津乐道,它是中华另一个篇章的开始后来的,王朝基本上以秦朝的疆域为统一的蓝图基础,当年是皇帝陛下,称臣公,传后事。 赢政的梦想很简单,他是大秦帝国的第一个皇帝接着诗,二诗,三诗,继续捅着一代代的往下传,以至于千秋万代。 可是赢政的简单梦想,成了痴心妄想,他的这个始皇帝,是传到第二代他的帝国,就一命呜呼秦始皇赢政的最后一次,寻有死在了沙丘,随后赵高,胡亥,李斯三个人就发动了宫廷政变,逼死公子扶苏,最后赵高掌权,指鹿为马,胡亥成了傀儡,李斯被赵高阴谋腰斩。 其实当年在沙丘政变被逼死的还有一个,人呢就是大秦帝国第一梦,将军方高级将领蒙田。